第六節我先講,先講DSE 一如既往,首先我覺得時光很快 我還覺得我兒子很小的時候 因為他去馬來西亞讀書就避了DSE 否則他明年,2020年其實他都要考DSE 他會考成怎樣呢?我都很難想像 但在我眼中他仍是一個Big Baby 即是Big Boy,所以他很大 我兒子真的大 他一出生時,我父親跟我說 你兒子出搖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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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搖 那個傢伙很厲害 我兒子很嬰兒,厲害不厲害,很厲害 真的像我 話說,我老友,不要說生哥哥 讓我生哥哥的老婆知道 我有個老友,叫我榴槤 當年她老婆大肚,她老婆跟她說 她說,喂榴槤,你不可以去滾 即是八、九個月這樣 榴槤說,你怎麼這麼大個男人 很難頂 她說,不行,最多我和你用口 這樣 我心想榴槤,那一陣子榴槤 心想,那就無所謂,你不照他和我用口 但是榴槤有沒有照他滾 當然有照他滾 對吧